吃減重 因为我妈每一年端午节都会做減重 通况党级立委大客減重兵 一口吃下 也让总统赖清德回顾起儿时记忆 但香蕉一旁鱼 双书细脚慢咽 都是习惯用喝的 真的很喜欢 端起碗来一口煞 连珍奶都要点全糖的赖清德 更被网友戏称是蚂蚁人 而这碗连总统都说赞的好滋味 其实是不少万华人共同记忆 实地做放这家位在万华的冰品店 据了解已经有八十年 历史而不少人随着影片上架 也从外现世慕名而来 是是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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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儿都是挺清凉和行动的 我从新庄 从新庄特地跑完 对对对 所以算是为了总统特地跑完 对对对 清凉凉凉甜甜的 然后蛮Q的 他的减味不会很重 所以还蛮顺服 节庆话题吹进政坛 外交部长林佳龙端出同款减重兵 大推美食外交 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向新出名拜师 好 我们接下来就是做马来西亚 独特文化的娘惹粽 这真的 对 是盛面 不让绿营抢风头 同样搭上时事热潮的还有她 我来沾上这个 五大名将一次排开 中霸天卢秀宴 能否盲测出台中居家必备的辣椒酱 麻烦你接下 真的还假的 真的还假的 好险这回没落差 台南市长黄伟哲 也在脸书上秀贺卡 仔细一看 手上端着这款甜辣酱 基隆代表也来校正 蓝绿阵营各自出招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当然也要走出自己的路 今年我们到花莲来 那就挺动物重 金星黄奖 需要委采访报告 立刻上载 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统调标 我们开始心里用 外国人送的 冬山 无敌 水 冬山 正 更新闻